感谢主 好我们来到这个最后两篇的信息 第五篇还有这个第六篇 弟兄在释放信息的时候 一开头就告诉我们 第五还有第六篇的负担 就是如何达到成熟 我们需要啊 作为成熟的心腹 这样主才会来迎娶我们 这也就是这个第三篇啊 最后一个大点说到 主在这世代的工作 那个忠心的工作 就是要我们怎么样 在生命里长大 以至于成熟 那第五篇啊 它的负担 就是要告诉我们 我们如何达到成熟呢 我们从约瑟的身上 你就会看见 达到成熟 这件事啊 不是凭着我们天然的努力 在这个约伯记的生命读经里面 就说到我们要做基督徒啊 不是很困难 而是不可能 你们就说出啊 不是凭着我们的天然的能力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生命里长大 达到成熟呢 就需要借着这一位经过过程 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 借着这个次生命的那里 在我们里面啊 做那个变化的工作 一步一步的浸透 充满 直到啊 我们能够在生命里完全的达到成熟 好 弟兄姊妹 我们要知道只有纳林能够使我们做得胜者 好 所以啊 这个在这一篇的信息 它的第三个大点 好 第五篇第三个大点 也就是这一次系列的第三个标语 就告诉我们约瑟的一生 就是呢 纳林管制的启示 好 我想呢 这样子先把这个前头 好 第五篇的负担 告诉弟兄姊妹 我们一同来注意 说到啊 这个约瑟的一生 好 其实就是什么 纳林的管制 好 第五篇说到 约瑟一生中 所见成熟生命 掌权的一面 在进入这个纲要之前 我先啊 讲一处的这个注解 其实呢 这在第一篇呢 这个所附的这个经文里面 他也有提到 就是创世纪 第37章的第一个注解 那你就说到 雅各 是一个变化过的人 但是啊 他还需要成熟 变化 是在我们天然的生命里 新陈代谢的改变 而成熟 就是被这个改变的生命 所充满 雅各 他是在创世纪 第32章的时候 开始经历到变化 在那里 他与神摔跤 神摸了他一个大腿窝 然后啊 让他的名字 改为以色列 他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经历到变化 一直到第36章的末了 可以说 雅各的变化 已经啊 相当的完全 但是 他还需要 最后阶段的变化 才能够成熟 就是他那个心头的宝贝 约瑟 需要被取去 那当雅各啊 在生命里成熟的时候 他就怎么样呢 他就啊 将神的形象 就完全的彰显出来 以致啊 使他原本从一个 抓夺的人 成为一个祝福的人 到了创世纪的末了 我们看见 他和 这个 给啊 法老祝福 也给他的 这个子孙啊 祝福 他就啊 完全的把神的形象 彰显出来 但是说到 他在这个生命 成熟的这一面 不仅有神的形象 来彰显神 关于啊 这个生命成熟的一面 说到 这个 有神的权柄来代表神 则是由约瑟来施行 所以从创世纪的第37章 一直到第50章 是啊 雅各成熟的这个 生命成熟的记载 也从第37章开始 我们看见 雅各的传记 和约瑟的传记 调成一个 说出在这个 属灵的经历里啊 他们就是同一个人 其实这也就呼应了 创世纪的第一章 当神来创造人的时候 就是要人有他的形象 来彰显他 并且有他的管制权 来代表他 一直到啊 创世纪的末了 我们借着雅各 还有约瑟 我们就看见 神的心意 得着了成就 弟兄姊妹 当我们说到 这个成熟 乃是啊 改变我们的生命 这个在我们里面啊 充满我们 并且啊 当我们成熟 我们就具有神的形象 来彰显神 有神的权柄 来代表神 这件事情啊 其实在1997年的 华语特会 李弟兄啊 说到 经历神 生机的救恩 等于在基督的 生命中作王 这里面啊 也提到 他给我们 他说到 磨成啊 给磨成一个 非常好的定义 他说磨成就是 使我们与神的生命 怎么样 得着神的成分 磨成就是 得着神的成分 他说 以往我们说到 罗马书第八章 磨成神长子的形象 我们只是注意什么 那个外面那个形象 但是不是的 说到磨成啊 神的形象 是需要我们有 神的成分 当亚当他被造的时候 他有神的形象 但这并不够 所以神才把它摆 摆在生命树的跟前 使他能够怎么样 得着神的成分 我们重生的时候 我们就怎么样 我们就有份于 神的这个性情 就使我们 得有神的成分 而借着更新 圣别 变化 等等的过程 使我们 磨成神的形象 这个神的成分啊 要在我们里面 不断的浸透 扩展 直到完完全全的 充满我们这一个人 这个就叫做成熟 所以李弟兄说啊 什么叫做磨成 磨成就是我们 生命变化的完成 我们被磨成 乃是我们在 神圣生命上的成熟 届时我们就完满的 有份于神的神性 然后至终怎么样 神神经救恩的 最后一步就是 神要融化我们 这个融化就是 使我们全有 他的神圣形象 当我们这样的 来经历他 生机救恩的时候 我们就怎么能够 在生命中 做王 这个就是 罗马书的六章 一直到第十六章 都给我们看见 在生命中 做王的意义 我想那这些话 弟兄们啊 在前面开头的时候 向我们啊 说出来 都给我们看见啊 说到在生命里成熟 阿们 就是怎么样 被这个变化 我们的生命所充满 使我们能够有 神的形象来彰显他 并且能够有 神的权柄来代表他 好 弟兄姊妹 那我们现在来到 这个第一个大点 我们一起读 按照属灵的经历 雅各和约瑟 乃是一个人 约瑟代表成熟的 以色列 掌权的一面 就是基督构成在 雅各成熟的性情里 作为由基督 这完全者所构成的 成熟圣徒 雅各借着约瑟掌权 这就是我们刚刚 开头的话 好 第一宗典 约瑟所预表掌权的一面 乃是构成到我们 全人里面的基督 好 所以从这个下面的 第二宗典开始啊 我们就可以看到 约瑟 他怎么样说代表这个 成熟生命 掌权的一面 从他里面所有的细节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是什么 构成到我们全人里面的基督 我们需要被什么构成呢 我们需要被基督的眼光来构成 我们需要被基督的生活来构成 这些啊都是怎么样啊 被构成的这一面 好 第二宗典我们一起读 约瑟这做梦的梦见 按照神的眼光 他的子民乃是满了生命的河捆 也是满了光的天体 约瑟的两个梦都是出于神 向他揭示神对他地上子民之性情 地位功用和目标的神圣眼光 在下面的经文当中 你就会看到约瑟做了两个梦 一个梦啊 他就说在这个三十七章的第七节 我们在田里捆河架 忽然间我的河捆起来站着 你们的河捆来围着我的河捆下拜 他就把他做了这个梦 就告诉了他的哥哥 他的哥哥就更恨他 更嫉妒他 因为他是他的父亲雅各 所偏爱的 他说难道你真的要做我们的王 真要管辖我们吗 后来他又做一个梦 是在这个第九节 他说我又做了一个梦 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颗星 向我下拜 他又把这个梦 告诉了他的父亲和哥哥们 这个时候连他的父亲都受不了 就责备他说 你做的什么梦啊 难道我们都要跟你下拜吗 弟兄姊妹啊 这个当我们来到这个 创世纪这一段记载的时候 我想啊 在我们天然的观念里 我们都很注意到下拜 以前我一直 我读到这一段 我都注意到下拜 是不是呢 我们都觉得 哎呀雅各士啊 应该会是很强 对不对 所以啊 要人跟他下拜 用此为止 你看我们有时候服事 是不是呢 我们要盼望我们服事一下 人就能够听我们的话 对不对 都能够顺服我们 好 要注意这个下拜 不是的 神在这个梦里啊 是给雅各一个意象 给他什么意象呢 就是啊 他和他的哥哥们 他们的性质都是一样 雅各再好 他还是这个生命的河困 也是这个发光的天体 他的哥哥们再坏 仍然是这个生命的河困 仍然是什么 发光的天体 雅各啊 若是啊 他觉得 他比他哥哥们 有什么不一样 约瑟 觉得他跟他哥哥们 有什么不一样 他就不能够成为 他们的掌权者 他跟他的哥哥们 唯一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受神的拣选 成为掌权者 但是他们的什么呢 他们的这个性情 地位 功用 目标 在神的眼中 都是一样的 弟兄姊妹 今天啊 我们来服侍啊 我们照会中的年轻人 或者啊 我想我们都有 这个小羊啊 或者是呢 这个我们这边 很多弟兄姊妹也是啊 这个陪伴 服侍 弟兄姊妹之家 我们的眼中啊 到底弟兄姊妹 他们有没有这个 神圣的这个性情呢 在我们的眼中 他们是不是 生命的合困呢 是不是啊 发光的天体呢 许多时候 我们来啊 服侍弟兄姊妹啊 哎呀 特别弟兄姊妹之家 对不对呢 哎呀 我们看到他 我们大概心里 第一个想 哎呀 这个不诚心的来了 对不对呢 这个叫不起床的来了 哎呀 这个啊 每次啊 跟他约家具 会放我鸽子的出现 我们里面啊 有许许多多啊 这个圣徒的档案啊 就在我们的里头 这个说出怎么样 我们还需要生命成熟 我们需要被这位基督来构成 你看这个下面啊 第一个小点 我们一起读 我们必须用神圣的望远镜 透过时间来看 就会看见新耶路撒冷 在那里没有别的 只有满了生命的合困 满了光 因此成熟生命 掌权的一面 哦 弟兄姊妹 你我需要有一个神圣的什么呢 望远镜 是不受什么 时间约束的 意思就是 我们看每一位圣徒啊 你要看到他 在永远里 你我都是新耶路撒冷 不要在我们的脑袋里啊 对圣徒有许许多多的档案 没有 约束看他的哥哥们都是生命的合困 这个弟兄在释放信息的时候啊 他就讲 有一次啊 他们是在啊 这个交通啊 一个弟兄的情形 我们也是 常常我们在服事当中 我们与弟兄姊妹在一起 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很诚实 我们就交通一些啊 弟兄姊妹的情形 他们也在那里交通 李弟兄就坐在旁边 当他们一直啊 把这个弟兄啊 那个真实的情形 摆出来的时候 李弟兄就问他们说啊 这个弟兄是不是一个 可爱的弟兄呢 哇 这些啊 弟兄们一听啊 就蒙光照 我们每次啊 在那里啊 谈论人的情形 其实我们目的是要帮助他们 能够在生命里长大 是不是 能够更爱主 能够更接触主 所以他就说 哎呀 他们在那里啊 对于服事人的眼光啊 真是啊 得着李弟兄的帮助 在这个民宿记的时候 我们也看见 这个摩押王巴勒 他要 因为他惧怕以色列人 他就想要咒诅他们 他就邀了这个 外邦的生严者巴兰 要来啊 咒诅这个以色列人 没有想到啊 巴兰看到以色列人 他里面啊 哎呀 神就把这话 就放在他的口里 就说我未看见 雅各中有罪孽 我也未看见 以色列中有祸患 弟兄姊妹啊 我们很难接受这段话 因为当我们看一看 从出埃及记开始 当以色列人 在这个旷野里行走 整个他们在旷野里的历史啊 就是不断的背逆神 不断的抱怨 不断的背叛神 可是非常奇妙 神在这里还有一个 神圣的望远镜 他看到以色列人 他就说 我没有看见他们中间有罪孽 我也没有看见 他们中间有祸害 这是一般神圣的子民 弟兄姊妹 我们要说主啊 把我那个属人的放大镜 把它丢掉 许多时候 我们不仅有这个属人的放大镜 我们还有属人的显微镜 他就是一直把圣徒里面 那个缺点把它放大 我们需要有神圣的望远镜 一直看到人里面的基督 好 我们来到这个第二小点 约瑟的梦支配他的一生 并指引他的行为 约瑟的行事为人 这样超特美妙 乃因他受梦中所见异象的指引 他的哥哥们发泄怒气 并放纵情欲 但约瑟制服怒气 并胜过情欲 行事为人 如同满了生命的河困 也如天上的心 在黑暗中照耀 所以他做的梦是什么 不是白日梦 是神给他的意象 弟兄姐妹 今天你我有没有意象呢 有的 我们有神经伦的意象 我们有神什么 神家建造的意象 这个意象应该要怎么样 支配我们的一生 旁边的经文 就会看到创世纪的第37章 这里说他哥哥们的怒气 对不对 他的哥哥们怎么样 本来想要把他给杀了 后来把他卖了 这个就是他哥哥们的怒气 这个创世纪第38章 是说到犹大 也是他的哥哥 放纵情欲 但是在创世纪的第39章 就说到 当雅各 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卖了之后 然后呢 他就到了 被卖到埃及 这个法老的护卫长 波提法 就把他 买了来 结果呢 这个波提法的妻子 看到约瑟长得俊美 就怎么样 引诱他 结果约瑟就 逃离他 最后呢 这个波提法的妻子 就陷害约瑟 就把他下在尖里 所以怎么样 从这个约瑟的 这个生活当中啊 你就看到 这个意象 一直的什么 影响他 叫他的形式为人 如同满了生命的河捆 也如这个天上的心啊 在黑暗中照耀 所以第三重点 我们一起读 约瑟 他过着这样的生活 我们的怒气 必须被制服 阿们 好 我们来到第四重点 成熟生命 掌权的一面 就是一直享受 主同在的生活 哪里有他的同在 哪里就有权柄 就有管制的能力 我们从下面的经文 就看到啊 不论约瑟在哪里 耶和华神都 与他同在 有同在 就有权柄 有同在 就有亨通 有同在 就有祝福 下面第一小点 请弟兄们读 在主的 第二姊妹 在主的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常常会想说 我怎么样拣选 才是一个好的教育 我怎么样拣选 我才能够有个好的工作 好的房子 好的车子 弟兄姊妹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 就是你到底 有没有主的同在 主的同在 就是他的笑脸 那个我们 从七月啊 从这个台北到 新北去服事 哎呀 我们在那里 就一直在帮孩子想 因为他马上就要上国中 主啊 怎么样选 才是一个好的国中 我们到底要不要牵户口 我们就一直在那里想 但当我们啊 回到 我跟我姊妹啊 一同来为孩子 祷告的时候 我们里面实在一个感觉 没有主的同在 什么横童都没有 不管哪一个国中 哪一个比较好 最重要是要有主的同在 阿们 好 第五终点 虽然约瑟自己的梦 尚未得着应验 他却有信心和胆量 讲解他两个狱中同伴的梦 至终约瑟间接 借着平信说话 讲解十九掌的梦 而从狱中得了释放 也直接借着放胆 讲解法老的梦 被引到宝座 释放和权柄临到他 都是借着他的说话 当他在监狱中的时候 他就怎么样啊 遇到这个十九掌和十三掌 他们都做了梦 他就分别帮他们怎么样 解梦 而且他们的梦都应验了 弟兄姊妹啊 在我们这个人的天然的观念里 如果是我还没有经历到 我就很难啊 说一些什么 对不对呢 约瑟的梦都还没有应验 对了 他这个掌权的梦 还没有应验 但是啊 他却要先帮人解梦 这是说出什么呢 来下面第一小简请啊 弟兄们读 穆安德烈 总该超过他所经历的 这意思是我们该照着意象说话 过于照着 好第二小点 弟兄 既是 我们人该向别人诉说 那时我们的意象必要应验 最终 约瑟的梦 借着他讲解十九掌的梦 得了应验 好 所以下面就说 我们不该照着我们的感觉说话 乃该照着属天的意象说话 这就是我们啊 最近啊 正在读到的 对 在我们成因深夜里面就说到 我们要向着什么 真理绝对 你弟兄说 真理不能托给一个 照着感觉而行的人 他觉得这个对的时候 就把真理升高 他觉得他做不到 他错的时候 就把这个真理来降低 约瑟就给我们看见 我们要达到生命成熟 需要怎么样 凭着信心来说话 好 弟兄姊妹 我们来读第六宗典 我们若活出基督 无论我们在哪里 我们不是带来生命 就是带来死亡 对十九掌而已 约瑟带来官复原职 对十善长而言 约瑟带来死刑 所以下面啊 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后述就说 我们是基督的俘虏 是撒乡的人 我们若是这样一个活基督的人啊 若是他们接受我们的话 他就说 在这等人 就是怎么 出于生命的乡气就叫他活 若是他们拒绝我们的话 那么就是出于死的乡气 叫人死 好 第七总点 我们若寻求主 主要把我们下在监里 没有监牢 我们无法登宝座 我们不要做逃狱的人 我们必须留在狱中 直到我们毕业得着冠冕 你我若是一个有意向的人 我们一定会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 主会用许多的环境来限制我们 可能我们的家庭是我们的监牢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这个照会生活 我们的服侍的这个小羊 我们牧养的人 对不对 我们的配搭等等 都会成为我们的监牢 不用这么 不要觉得说 我要逃狱 如果你我是约瑟 可能我马上说 我要找几个律师来帮助我出狱 没有 约瑟就留在神给他这个环境的当中 目的就使他怎么样 能够把他所看见的 要做到约瑟的里头 今天我们所得着的意向 借着这个许多的环境的限制 神就一点又一点的 把这个意向做到我们的里面 好 我们来读这个第二大点 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 预表基督是枝子 借着他的信徒做他的枝子 将神伸展出去 在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二节里 全员表征神这多结果子的源头 枝条探出墙外 表征基督的信徒做他的枝子 将基督扩展出去 越过各种限制 在一切环境中 显大基督 整个的第二个大点 就说到约瑟预表基督的这一面 而这一切都要成为我们的经历 弟兄姊妹 我们在这个环境的限制中 你该怎么办呢 这里第二个大点就告诉我 你需要享受基督做你的全员 你需要深耕在他的里头 吸取他一切的丰富 这样怎么样呢 他的枝条就能够探出墙外 就是越过各种的限制 在一切的环境中 显大基督 第一重点我们一起读 约瑟登宝座时 得着荣耀并领受恩赐 预表基督在他的升天里 得着荣耀并领受恩赐 基督在他的升天里 得着荣耀领受恩赐 恩赐就是啊 圣徒他就把这个恩赐赐给了赵慧 好下面呢我们来看就是我们的经历 第一小点中的ABC 来第一小点我们一起读 戒指 衣服和金链 描绘基督身上诸天使 所领受的恩赐 他已将这些恩赐 传给赵慧 好下面A 请弟兄们读 打印的戒指 B 姊妹们 衣服 C C 一起 金链表真赐给顺从之人圣灵的美丽 彰显于服从上 带链子的景象 表真以被征服并制服的意志 以服从神的命令 好这个就是啊 第二小点就把这些啊 转成我们的经历 来第二小点一起 照着属灵经历的顺序 首先我们接受盖印的灵 使我们得着救恩 然后我们接受一条 开始活基督 为着活基督 我们的景象必须带上链子 我们的意志必须被圣灵 征服并制服 好最后我们来读第二重点 约瑟从死牢里复起 并登高位之后 就取亚西纳为妻 亚西纳描绘基督在被以色列人弃绝的期间 从外邦世界取来的照会 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 亦始之忘了 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 亦加倍繁衍 约瑟宣告说 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的富家 又宣告说 神使我在受苦之地加倍繁衍 你我是一个有意向的人 照着这个意向过生活 照着这个意向来支配我们的一生 虽然有环境 但是赞美主 至总怎么样 我们要宣告说 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的富家 又宣告说 神使我在受苦之地加倍繁衍 这一篇的篇题 请丢子妹我们再宣读一遍 约瑟一生中所见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 感谢主 刚刚弟兄呢 帮助我们从创世纪37章 一直交通到41章 在这一段的段落里面 创世纪37章 一直到末了50章 都建于这个约瑟 特别约瑟 他的一生中 就说出纳灵的管制 从约瑟的一生中 我们会看见 关于纳灵管制的启示 也是他的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 所以当我们从37章一路读到最后 在我们的脑中 我们需要有一种的观点 就是看一个成熟的生命 如何受纳灵的管制 在他许多的待人接物中 有一种的表显 成熟的生命掌权的一面 就建于许多他处理 他兄弟之间的一些的事例 我想在刚刚的 我想我们先来读一下第三大点 这个也是标语三 关于约瑟一生的记载 是纳灵管制的启示 纳灵的管制是成熟圣徒掌权的一面 同时呢 这纳灵的管制 也就是在生命中做王的生活 这是神国的实际 需要受神圣生命的约束并限制 我想在创世纪的第41章到45章 这个段落可能不是太多的弟兄姊妹 有机会再去查读 可能已过呢 你们也有读过 但我想我们先来 就这刚要的内容 我会再补一点经文的事实 帮助我们认识 这成熟的生命如何掌权 他如何受这个神圣生命的约束和限制 我想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第一终点 虽然约瑟对他的弟兄们 满了属人的感觉和情绪 他却保守自己和所有的感觉 都在纳灵的管制之下 他清明智慧 且有辨识的对待他的弟兄们 按照他们的需要管教他们时 好成全建造他们 使他们能成为他团体的子民 生活在一起 成为神在地上的见证 在约瑟的故事中 所表现的生命 还是活活的生命 神的生命 Amen 若是我们看 刚刚这个弟兄帮助我们看到 在约瑟在创世纪第41章 就在第三大典的上头 41章45节 那时候可以说约瑟他因着解梦 将法老所做的梦讲解出来 结果这法老 这里面就有一种的辨识力 他知道解梦的这个青年人 他里面是精明 而且有智慧 所以他就当下做了一个 非常大胆的决定 一个在死牢中的囚犯 居然就在解梦之后 就成为那一国的宰相 这个决定真是非常的奇特 可以说非常的惊奇 一夜之间 他就从最低的光景 到了最高的光景 他是在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所以在45节 那里法老就赐名给约瑟 叫他的名字叫做 沙发纳特巴内亚 这个有点老口的名字 但是按着注解来说 这个名字的意思是 世人的搭救者 生命的供应者 还有秘密的揭示者 换句话说 从这个创世纪41章45节之后 约瑟他就成为埃及的宰相 他就实际的掌管整个埃及 在当时是最富庶的国 就在这个过程中 很特别 他所看见的梦也应验了 他所解的法老的梦也应验了 七个荒年到来 接着又有七个丰年到来 接着又有七个荒年 就在这个过程里 当这个荒年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全地都开始缺粮了 所以这个雅各就打发他的儿子 他听埃及有粮 他们就到埃及去敌粮 结果当他们来到埃及的时候 被带到约瑟面前 当他们见到约瑟的时候 他的弟兄们有没有认出 这个高高在上的人 就是他们当时所卖掉的 那一个小弟呢 没有 但你觉得若你是约瑟 想想看约瑟是多年轻的时候 就被卖呢 对 圣经说17岁 17岁就是高三的时候 高三的时候 这个年纪他就被卖了 被卖给这个乙石玛利 卖在乙甸人的手中 然后又被转卖 你看那命运是蛮坎坷的 转卖给这个 这个法老的内臣 护卫长 波提法 但特别 神的同在始终没有离开过他 这个他被卖的时候 耶和华就与他同在 他被卖到 这个波提法家中的时候 耶和卖也与他同在 甚至他被陷害 被关到死牢里 耶和华仍然与他同在 耶和华的同在 就使他有权柄 使他凡事亨通 甚至凡他所管的范围 都带进神的祝福 某种程度呢 在法老真实的把戒指 还有这个链子 衣服给约瑟之前 其实约瑟啊 你看他在波提法的家里 还有在这个死牢中啊 其实某种程度他已经做亡了耶 因为这个波提法 按经文说啊 这个波提法 他放心到一个地步叫做 一概不知啊 家里发生什么事 他都不知 他只管他的吃喝 这个典狱长啊 放心把一个死牢啊 都交给约瑟来管理 凡约瑟所经手的也 一概不查 你看真正的王是谁啊 某种程度就是约瑟啊 约瑟在实际中 因此有耶和华的权柄 他就带着权柄啊 这个耶和华的同在 他就带着权柄在那里 施行管制了 所以某种程度 在他登高位之前 其实他已经在生命中做亡了 同时我们也看见了 他在登高位之前 其实他已经十分受纳灵的管制 在神圣生命的限制底下来生活 你看在这个创世纪第39章 对比于他的兄弟在37章和38章 他的兄弟在37章的时候啊 是因着嫉妒来说 哎呀 这父亲 老父亲 偏爱这个约瑟 做了一件彩衣 所以他的 这个哥哥们很记恨 很记恨 然后啊 还说 他来了 做梦来了 然后我们要把他这个 这个这个 要把他陷害 甚至呢 要把他杀死 那后来他的哥哥啊 刘宾就说 那先不要杀他 我们把他这个 这个放到坑里 这个犹大 又帮他说情 我们就把他卖掉就好 某种程度呢 试着要保存约瑟的性命 但就在这个过程中 非常特别 17岁被卖 在死牢里面呢 10到11年 那后来呢 他30岁的时候呢 被法老啊 这个扶起来 立为 这个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存在 当他再见到哥哥的时候 你觉得他会怎么样 如果是你啊 我想我们 没有把哥哥 下造死牢里就不错了 我被关了10年 11年 我也让你们 关个10年 11年 我给你们饭吃 有囚犯的 这个牢饭可以吃 让你们安全的度过 这个七个荒年 应该蛮仁慈了吧 没有让他们饿死 但约瑟并没有 约瑟啊 他是非常的在 那人的管制里 来处理跟面对 这些陷害他 嫉妒他 卖他 想置他于死地的哥哥们 某种程度啊 这个主的仆人帮助我们 这个约瑟 他受 这那里的管制 到一个地步 他知道啊 连他的被卖 是出于神的 所以他一点都没有 这个埋怨 或怪罪他的哥哥们 所以啊 约瑟也不需要赦免他们 因为约瑟 根本不需要赦免 他没有怪罪他们 他知道这是出于神的 所以当他面对 这群哥哥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说 约瑟他是没血没肉的 其实他是富有情感 如果我们看看下面的经节 在这个33页的经节啊 这个创世纪42章24节 约瑟转过身退去 哭了一场 然后30节 43章的30节 约瑟爱帝之情发动 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哭 哭了一场 那接着啊 45章的一节 约瑟 他在众人面前情不自禁 就大声吩咐 个人都离开我去吧 然后二节就说 他就大哭啊 哭到个地步呢 埃及跟法罗尔家中的人 都听见了 这声量要多想 才能够这个 埃及人跟法老家中的人 都听见了 我猜他们的家 应该是不同洞的建筑物 即使距离再远 要听到那也是有点不太容易 也就是说 约瑟其实他是富有情感 而且他情绪啊 是非常丰厚的 那种的嚎啕大哭 连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 意思就是说 约瑟他是一个正常的人 他有丰富的情感 他面对他的哥哥时 他却不按着天然的想象 马上来一场激动的认清大会 也没有 他没有说 哎呀 你就是我的哥哥 认出我吗 我就是你的弟弟约瑟啊 我已经做完了 没有 他并没有这样 反而啊 他三次的试验 他的哥哥们 三次的回到他的地方 就在这过程中 约瑟他是很镇定 是很清明的 是很有智慧的 要来成全他的哥哥们 想想看 什么样的哥哥 会想把弟弟弄死呢 你们可能都有弟弟妹妹吗 在忌妒会想要把他杀了吗 这是什么样的哥哥呢 若是这样的哥哥 想杀这样的弟弟 你觉得兄弟之间的相处和睦吗 绝对不和睦 需要成全 所以啊 这个约瑟非常有智慧的来成全他们 当这个他的哥哥们来到他那边的时候啊 这个约瑟其实非常关心啊 就开始问他的这个家中的情形 一听他的老父还健在 一听哎呀 这个还有谁啊 他知道吗 还有一个最小的弟弟变雅敏 刻意问 他说一个不在了 一个还在 跟我的父亲在这个迦南 再问一问 再问一问啊 结果他就严厉的话来 告诉他们 你们是奸细 要来查看这地的事情 哇 这四个哥哥都觉得非常的惊恐 因为宰相突然 严厉的这样子来指责你是奸细啊 所以说我要把你们都下在监里 三天 结果三天之后啊 约瑟他也 这个观念改了 他说因为我也是敬畏神的人 我也对你们很好 只要留一个下来就好了 然后呢 把你们说的那个最小的带过来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就把粮食给他们 哎呀 他挑的那一个啊 就挑这种西缅 可能啊 那个西缅就是当初 那个看见约瑟过来 说我们下手 害他的那一位 所以啊 他十的哥哥啊 被关在监里 三天之后 出来 他们的良心就被摸着了 他们就彼此说 哎呀当初我们就不应该害我们这个约瑟 而是我们现在啊 也都同样的罪 也都在我们的身上 那同时呢 这九个哥哥回去之后 就独留西缅 就在这个尖里面 这一流啊 不是三年 不是三天啊 也不是这个三十天啊 一流呢 就是一百八十天 将近于半年的时间 西缅就被下在那里 其实他的对待 是很有智慧的 首先 他把所有的兄弟 都下在尖里 要摸他们的良心 有智慧的让他们悔改 让他们认罪 使他们被成全 西缅 专特的 需要有一点特别的对待 然后 削削他里面的 不是不是削削 约瑟的怒气啊 是削削 这个 西缅里面的光景 使他在牢中啊 有好的 这个悔改 其实人在低处啊 心是软的 悔改是多的 是不是呢 常常我们在 一些低的光景中 我们是不是向主的认罪 就更真诚了呢 向主的认罪 就更多了呢 我相信 就在这过程中 西缅他就被对付 但这个故事很长啊 没办法一直讲故事 给大家听 但是就在这个 他第二次啊 这个弟弟啊 因为这个 粮食都吃完了 所以 这雅各就在打发 哥哥们说 再去抵点粮啊 但是呢 他们就说 不行啊 如果我们再去抵粮 辩阳明就要跟我们去了 一去 哎呀 这个老父亲怎么愿意呢 但 至终呢 为了众人的存活 他还是得去 所以呢 他哥哥们 就带着最小的辩阳明 就再来到 这个 约瑟这里 结果约瑟啊 很特别 约瑟就安排他们 到他的家中吃饭 你看啊 这个平民 到宰相家中吃饭 一般应该是到宴客厅吧 或是到这个 接待室吧 到他家中吃饭 同时啊 按着他们的次序 这个 从长得到最小的 轮桌 按桌的 按桌的 鹿席 还有啊 这个 希伯拉人跟埃及人 是分开吃饭的 特别是啊 针对辩阳明 他把更多的东西都给他 哎 即便是这样 稀奇啊 他哥哥啊 完全没有辨识力 一点都没有认出 这一位 吩咐这样做的啊 就是 他的 他们害的那一位 完全没有认出来 所以就第三次的试验 当他们粮食要拿回去的时候呢 有一个银杯 就放在汴亚敏的这个 行囊里面 结果这家宰就上去追 把他追回来啊 哎 我这个主人啊 有一个银杯不见了 找到那个人就要回来做奴仆 大家翻片完之后呢 哎呀 就在汴亚敏的这个行李里面 哎呀 这个整群人就被拉回去了 那这时候啊 犹大就做了一件事 犹大 他就说啊 他愿意代替 他的弟弟们啊 他的弟弟变亚敏 能够啊 这个做 约瑟的奴仆 他不愿意 他的父亲 因着上司变亚敏啊 就悲悲哀哀的 白发苍苍的 就下阴间去了 这时候呢 这个约瑟啊 就完全没有办法克制自己的 把自己的情感 倾倒给他的兄弟们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改变呢 因为犹大 他说那一席话 就说出他一种的改变 原本他的哥哥们 是手足相残的 但现在却有一位 愿意为弟兄而死 他被成全了 所以啊 他觉得 誓言他们够了 这真是 有智慧的约瑟 他知道如何 清明的 来对待他的兄弟们 一面 他很爱他们 那一面呢 他在纳宁的管制里 在受神圣生命的限制里 他需要来 成全他的弟兄们 那是他们的需要 是他们的需要 按着约瑟的想望 他想要快点认啊 这个与兄弟相认 再把他思念的老父给接来 那不是太棒了吗 但是啊 他愿意等待 而且等得够久 从他三十岁 做宰相啊 一直到 他接到他的哥哥们 哥哥们实际向他下拜 大概就是三十九岁四十岁 你看 他等待了这么长久的时间 他完全不发起任何的事情 他就让神来做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想 我讲了这么多 我想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第一宗典 刚刚已经读过了 那最重要的就是呢 约瑟 他有清明 智慧 还有辨识的对待 他的弟兄们 按着他们的需要来管教他们 成全建造他们 使他们成为他团体的子民 生活在一起 成为在地上的见证 约瑟在神限制下的生活 是基督为人生活的描述 彰显神圣生命的成熟与完全 并且带进神的国 第三宗典 在约瑟对在他哥哥的势力中 我们看见他过一种正经的生活 亲民的生活 有辩识的生活 带着对他哥哥们的爱 这是一种否认己的生活 做国度生活的实行 这个约瑟是不是带着对他哥哥们的爱 这爱还成全他们 在这个创世纪四十五章的二十四节 约瑟打发弟兄们回去的时候 还嘱咐他们 你们在路上不要相争 这是一种何等的管教呢 使他的哥哥们能够在回程中 也能够被成全 彼此相爱 使他们成为一个团体的实体 这就是约瑟 他如何来对待他的哥哥们 第四宗典 最有能力的人有力量 最有能力的人有力量 不做他所能做的事 这是真正的否认己 真实的悲食之价 约瑟从三十岁做宰相 其实他就有能力 把他的哥哥跟爸爸 一同接到埃及去 但他没有这样做 他不是等一年两年三年 他等了九年 他有能力做 但他却不做 这就是最有能力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照着自己天然的向望 他否认己 他真实的悲食之价 就如同主耶稣 他在克西玛林园祷告时 人要来捉他 但是呢 他说啊 我岂不能叫十二银的天使 来营救他吗 说完 主就被捉了 受神 然后乐意的丧死之价 这就是最有能力的人 真实的否认己 真实的悲食之价 第五终点 约瑟晓得神 参加到埃及 在创世纪五章 五十章二十节 他对他的弟兄们说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这是保罗在罗马八章 二十八至二十九节字画的实际 约瑟接受他弟兄们 对他所做的一切 好像从神接受的一样 他也安慰那些 得罪他的人 这是何等的宽恕 何等的安慰 甚至何等的领会 哥哥们所做的那一切 居然是从神来的 他把哥哥们的嫉妒陷害 那些的恶谋 当作是从神来的 所以他在五十章的二十节 才能说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所有的逆境 他都知道是从神来的 这是神的意思 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对于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许多的挫折 许多的环境 我们都会觉得是从人来的 我们会有很多的抱怨 很多的埋怨 但是我觉得成熟生命的表现 不是这样 他知道这是从神来的 他知道万有都互相效力 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他知道这是要使我们的生命 更成熟 有一日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第四大典 约瑟因着受苦并否认及 得了生命供应的丰富 百姓为了从预表 基督的约瑟得粮 必须付上四种的代价 他们的银子 他们的牲畜 他们的田地 以及他们自己 末了我们一同来读第五大典 赐给约瑟之宇宙之福 或者他继续拿来收到这次军 Tallinn